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陈锦棠的戏剧人生 上一集讲到陈锦棠加入了郭先生的短期班 演出由十三浪编写的剧目《女儿香》 陈锦棠担任剧中的男主角魏超人 这个角色是一个反派的文武生 演出这个剧之后,知名度和身价都暴障 及至到1934年至36年之间 陈锦棠再加盟《日月星》 加盟《黄不肺》的《新生活剧团》等等 分别与关影连和李海泉等人 自早的《金星男女》剧团也演出过 即是他三四至三六年之间 曾经加盟过至少三个剧团 分别是《日月星》、《新生活》、《金星》 后来去到1937年 陈锦棠自己组成《金天花》剧团 班底有关影连李海泉 早期曾经大胆起用新人白雪仙 即是当时白雪仙还是一个新人 成立之初,在剧务上 亦多数邀请南海十三郎协助处理 除了在广东一带演出之外 剧团在1939年和1940年 亦曾经去过美洲那一方面 巡回演出 在1950年代起 完全成为香港本地戏班 《金天花》直至1970年代初才结束 《金天花》成为二战后 在香港最长寿的粤剧戏班之一 自从成立了《金天花》之后 陈锦棠多年来 亦曾经新组过 或者加盟过其他戏班 譬如说 唐狄生的《红运》剧团 《方艳芬》的《新艳羊》剧团 《吴君丽》做《花旦》的《丽星》剧团 《麦炳荣》和《凤凰女》做《台柱》的《大龙凤》剧团等等 这些陈锦棠都曾经参与过演出 至于电影方面 在1934年 陈锦棠已经开始参与电影演出 在1941年 就是这一套《合道锦无鼠》 就是他第一部主演的作品 后来他演出的作品都超过百部 而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1959年至1962年之间拍摄 那他最后拍摄的电影 就是哪个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就是 集中多名领的大制作 就是饮者和仙者 退休之前的 退休制作 李后主 那这套李后主 是1968年上映的 那这个也是陈锦棠最后拍摄的电影 那这套电影 同时是任劍辉 白雪仙 陈锦棠参与的电影 到1973年 陈锦棠因为扭了脚 因为脚伤 结束了他的舞台演出生涯 就不再在舞台演出了 在晚年 陈锦棠就积极参与了 剧团的策划工作 就是转做幕后了 他非常之乐于改革 那他的政策 就包括说 在过场的那些片排上 非常之逐次转场的节奏 尽量避免因为落幕 而引起整个场的冷清 尽量希望整套剧不要有冷场 同时也平衡中场休息的时间 至于音乐方面 他就强调曲词和口白 就必须爽快 全部的乐曲都采用中国古乐 另外他也改良了 这个舞台的报警 令到他更加有写实感和真实感 和减低台储的薪酬 而从而提高基层人员的待遇 令到台储和基层人员的薪酬 比较平衡一些 不要这么远暑 而在粤剧的业势事务方面 就从香港八和会馆 在1953年成立起 一直到1978年 陈锦棠都一直是每一届理事会成员 他曾任第二届副理事长 另外也任第十四届副主席职务 前八和会馆曾经计划承包 这个启德游乐场的粤剧演出 作为业界的长期固定演出地点 但后来就因为八和会馆 它们内部出现分歧 这件事稍微有点阻止 陈锦棠于是就跟他的妻子陆淑卿 另外霍强成立了这个泰来公司 就在1965年初 承包起这个场地粤剧演出 在当时的成立记者会上指出 此举为了响应八和会馆的救济失业运动 除了随时授身之外 其余三个人 即是陈锦棠 他的太太陆淑卿和霍强 都是义务的 不收钱的 这个承包一直承包到1970年代初才完结的 即是陈锦棠 陈锦棠就宣布退休了 因为体力支持不到 而去到1981年12月28日 然后陈锦棠 陈锦棠因为严重感冒进了医院 而在同年同月的12月30日晚上 陈锦棠不幸病逝于圣保禄医院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陈錦棠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又暫時休息一下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你留言、點讚和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這個阿N與阿N頻道 我們下一條片繼續和大家分享陈錦棠的戲劇人生 好,拜拜